並且健康的長照制度 接下來我們就有請台灣民眾黨提名的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來具體的向大家說明他接下來所要推廣的制度 他說 明天的服務 今天就要創變變 我們請柯文哲總統參選人來為大家說明 我們現在來講長照 這是一個在未來幾年要很嚴肅去面對的問題 生老病史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叫長照 為什麼你知道 他是 他是一個 他可能又老又病又不會死 所以要有一個長照需要 那事實上從這個社會新聞來看 過去十年 大概一百個 因為那個照顧則受不了 等於是親人殺死親人的社會悲劇 所以表示說他是一個問題 只是一直到現在大家都沒有去正視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 兩個原因 錢不夠 財源不穩 等一下我們會說明一下 第一年就是 各國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還有預測未來的 老年人口佔比的一個圖 坦白講老化不是問題 快速老化才是問題 我記得2014年 我上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當時台北市大概65歲以上的人口是14% 結果我到2022年我都還沒卸任 那一年年初 台北市大概65歲以上的人口就超過20% 短短短不到8年 從14%增加到20% 事實上我們對這種老年社會又有名詞的定義 高齡化社會大於7% 老齡化社會大於14% 超高齡社會就是大於20% 事實上 那全世界比台灣更老化的國家 比方說我們現在用這個2020年這個線來看 其實台灣老年人比例並不是最高的 其實那些北歐國家 先進國家 比台灣更高 那台灣面對是什麼問題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人口結構變化 老年化 像瑞典從7到20%大概花了110年 台灣只有30年 然後從你看以我們台北市為例 從14%的到20%的不到8年 所以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是 人口突然老化 所以這個很難應付 其他國家有很長時間慢慢適應 所以這是一個國家叫迫在 媒介的一個危機 因為它整個人口老化太快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政策的時候 會先參考其他國家 可是在這一點台灣就很困難 為什麼你知道 你看看這個圖上面 看起來 跟台灣最接近的是南韓 幾乎一模一樣 其他國家都是以比較慢的速度老化 所以要面對這種很快速老化的國家 我們沒有以前的Model可以超 那南韓跟我們幾乎是一模一樣 他跟我們台灣也差不多 所以沒得超 所以今天這個 我們這種長照 你知道 就特別是那種面對老人的長照的這種政策 你知道 我還很明白跟大家講 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超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面對 好那怎麼辦呢 第一步 先看看 通常就先看錢 藍色那個就是 每年長照的收入 目前長照的收入三個來源 燕捐 房地產合一稅 還有一個是 移證稅 你看看 他每年再增加 怎麼突然掉下來 燕捐其實不值得鼓勵 我們不會鼓勵大家抽菸 來增加長照基金的收入 房地產那個是有 景氣有融窟 融窟 所以這本來也很難控制 那更好笑的是 移證稅 你怎麼知道 近年會有幾個有錢人死掉 所以那個收入是非常不穩定 所以我們這種長照基金的收入 他主要這三個來源 燕捐 不值得鼓勵 房地合一稅 你怎麼這個有景氣融窟 也不是你可以 你總不能說 今年這個景氣比較不好 所有老人大家就忍耐一下 沒有錢 這不可能 移證稅就更好笑了 這完全不確定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他的收入 到2022年的時候 110年突然掉下來 我猜那一年應該是 其實疫情期間 反而死掉人掉少 因為大家不敢出門 你知道 死亡率反而會比較改善 可是從另外一方面看 你知道 他的消耗的錢 你知道 紅色是 那個支出 他就逐年在上升 實際上從這個圖看起來是這樣 我知道那個薛瑞 我有在立法院回答 他說大家不要怕 五年內不會有問題 我要問的是他五年以後 因為目前在前幾年 那個很顯然 藍的比紅的多 所以他有存了一些錢 所以在五年內他不會有問題 這我也知道 問題是五年後怎麼辦 那這也顯示我們台灣在政策上有一個最大問題 我們台灣從兩千年以後 幾乎就沒有長期計畫 所有的政府全部在想說 這幾年這一關選舉會過就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長照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錢不夠 第二 他的來源是不穩定的 然後支出 因為人口還在倒化 所以支出一定繼續增加 所以沒有錯 五年內應該沒問題 那五年後一定會有問題 好那怎麼辦呢 下一張 奇怪那怎麼不會動 這個 好 錢的問題 目前我們台灣發在長照佔GDP多少 0.26 你看看這個就很清楚 這個OECD 就是一般來講 說以開發國家 多少 1.7 那一樣 拿我們旁邊的國家來比較 南韓是最接近的 0.6 日本的1.8 你想想看 從這個數字就很清楚 目前我們發在長照的錢不夠 所以 所以為什麼大家對長照的這種制度 會不滿意 很簡單 因為錢就是給的不夠 因為我們那個裁員 而且裁員不夠就算了 還不穩定 所以這個顯然 這個錢到底要怎麼來 所以今天要討論的是 如果要怨復五年後的問題 台灣長照的錢要從哪裡來 第一點 因為錢不夠 所以這個服務就開始脫光減掉 你看看 我們表面上說有67%的人 可以得到長照的服務 其他33%的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在台北市 每次講說台北市的長照覆蓋率最低 因為他錢不夠 所以他有條很奇怪的規定 如果你家有顧外用 你就不能使用長照的服務 我們台北市 顧的這種 外籍看護工 3萬5千人 所以等於這3萬5千人是不能使用台北市的 長照 那種長照2.0的服務 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制度 為什麼我過了一個 外籍看護工 我就不能享受長照2.0的服務 很奇怪 然後 因為錢不夠 所以開始偷工減掉 就是說 到你居家服務可以啦 保小 真的他很嚴重 你知道 比方說變成那個 那個三管病人 你知道 所謂三管病人 像什麼氣管 尿管 鼻胃管 真的要住那個住宿型機構 他補助很少 一開始是5千 不過今天今年是選舉年 他給他加到1萬 問題是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一個 重度殘障 去住那個安養院 一個月1萬塊過 誰能不夠 所以 所以我們目前長照制度 有一個很奇怪 很奇怪的 兩個很奇怪的地方 家裡有顧外籍看護工 就不能用 再來 他只有保小不保大 你真的很嚴重 要去住那個住宿型機構 最多就給你1萬塊 所以就顯然不合理 好 那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低步 第一點 我剛才講過 台灣人口還繼續在老化 雖然到今天 我說我們已經 大概65歲上人口已經20% 但是跟大家講 還會繼續上升 所以 104年 需要長照的人口是75萬 等到 120 30年 離現在7年後 會達到 120萬 還有一點 我上次在講醫療政策的時候 我們要從健保變成保健 重點不是活得久 重點是活得健康 我們目前看起來 我們一生當中 需要這個長照服務 時間長達7.3年 這個還是要縮短 最理想是活蹦亂跳 最後一秒突然死掉 這最好 我想沒有人會希望他最後8年全部躺在床上當植物人 可是很不幸的 從統計數字上看起來 我們老人雖然壽命延長 但是身體的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這也是要解決 所以上次我在講醫療政策的時候就講過 應該如果要增加醫療衛生支出 要往那個保健的地方移動 而不是在做健保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哪也是健保 那叫醫保 所以最理想還是不要生病 活蹦亂跳到最後一秒 可是很不幸 這也是我們要處理的 但是這樣 一下子也不可能說 我們那個 最後幾年的這種狀況不好 可以突然收到兩個禮拜 還是很難 所以這個 所以因為我們在生命的最後幾年 長照需要量實在是太大 這也是一個要改善的目標 好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 那 講完問題 人家說不論你的解放是什麼 好 第一條 錢要夠 不敢說一下子像那個 日本怎麼1.8% 不過至少我們 先進國家 1%的這總是 我們往1%的 GDP1%的 來努力 那多少錢 要2,300億 還有兩個 如果1年要運作2,300億 還是要專門的機構來處理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健保局 所以將來長照保險 你知道 應該成立一個中央的 長照保險局 比照健保局 好 那2,300億當中 錢從哪裡來 大概是4,33 政府出40%的 雇主出30% 人民自己出30% 那 企業要出30% 當然要增加企業負擔 所以這個要推動 也不是一個晚上就可以推動 不過相對於健保 現在雇主要出60% 所以這個已經壓低雇主的負擔 那政府還是要負擔40% 所以除了那些 淫間 一證稅 恐怕再找一些其他裁員 另外一個是我們也主張說 老百姓還是要出一點 為什麼你知道 完全免費的品質不好 完全智慧的出不起 所以不分負擔還是一個 比照現在目前健保這種概念 健保的市場 可是它也允許你有智慧的市場 所以這種混合險會 才是長治久安 因為財務比較容易平衡 那 有人在問說 如果照你的制度 估計大概要出多少 老百姓要出多少錢 答案在寫在這裡 大概目前以健保費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大概這樣 所以也不要幻想說 全部都不出 什麼都有 這不可能 所以我們的設計是說 還是要不分負擔 目前健保費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然後 當然是這樣 每三年還是要調整一次那個費用 其實健保也是每隔一段時間 會調整到費用 因為物價指數總是會上升 那如果假設用新制度的話 的話 跟現在比起來 有什麼好處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 現在是這樣 你聘外籍看護工 你說的服務就沒有了 我們這個那沒有道理 所以聘外籍 那個聘外籍 那個如果你有繳保險 那你是你的權利 那你要聘外籍看護工 那是你自己額外的 所以這個 不可以聘外籍看護工 所以你長照2.0的服務都不見了 這第一個改革 所以這個會 目前這個 長照2.0的服務 如果你有聘外籍看護工 還是保留 再來是因為這個 錢增加以後 目前的這長照2.0的服務 它的品質 頻率都會增加 比方說 如果是像我們台北這種都會區 人口密集 就可以開始提供夜間的服務 當然鄉下如果人口很稀少 那我不敢講 不過至少 錢多了以後 品質跟服務的次數 頻率會上 會改善 再來是這樣 剛才講過 我們目前長照最大的缺點就是 保小不保大 你真的有一天重病 你去住那個長照機構 你覺得一個月給你1萬塊過嗎 現在你有辦法找到那個 那個1萬塊的長照 住宿型長照機構 一個月1萬塊過嗎 所以我是主張說 可以增加到3萬 但是這個要3萬就是說 平常大家就要缺一點幾百塊的保費 兩三百塊的保費 這樣的話 當然是希望最好不要用 可是萬一要用的話 這個錢可以集中給那些 比較重病的人來用 所以 我們如果用我們的 這種 那個長照保險的制度 你知道 它一個精神就是 以前那個保小不保大 可以 還可以解決掉 另外一個是這樣 目前 這也是很奇怪 我如果在家裡照顧 我什麼 我那個長照服務的錢都沒有 領不到 被人自己在看 所以我們在想是這樣 如果是 你達到那個 那種失能程度是可以打分數 那你家人是 直接在照顧著失能的 這種親友 理論應該給他 給他 給他付一些錢給他 就要現金給付 就只如果你是照顧自己家人 你知道 還是可以拿到一筆津貼 這樣會比較公平 所以結論是這樣 關於長照 我們還是主張開辦長照保險 用不分負擔的長照保險的概念 這個可以確保這個制度 永續經營 那也不會太浪費 然後 我們這長照保險是給他基本服務 比方說被照顧者 基本服務 照顧者 如果你自己顧了 我會給你一點津貼 然後我們上面還是 允許商業保險 你要 你要顧 那個外息看護 你要額外更服務更好 或是你要住那個很貴的 住宿型長照機構 那可以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 維持一個基本的服務 但是也允許智慧市場 那當然最後還是有家庭付出 只說家庭付出 我們會給照顧者 會按照這個私能程度 給他一點津貼 這是一個比較 合理的制度 另外一個是 在我們設計裡面 如果這經濟規模夠大 會開辦這個叫 特約長照機構 比方說 以我媽媽為例 他骨折 你知道 當然要住醫院開刀 開完 醫院一個禮拜就趕你出院了 可是你送回家裡 你就很頭痛 總不如我們兄弟這個 大家請假回家照顧他 他就需要有人服事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後他骨頭長好一點 他拿著拐杖又可以動 可是那一兩個月時間怎麼辦 如果有這一種 特約型的長照機構 我們叫急性後照顧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很多這種急性病以後 重病以後 到他可以好到一個程度可以居家 居家自己生活 中間要一個過度的地方 這也是長照 將來在開辦長照保險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樣的話 整個系統就比較好用 你看 可以住院 即興即完了 到那個長照機構住一住 更好 回家 然後這整個系統 所以這個健保局跟 這個長保局 兩個就要能夠 雖然是兩個局 但是他能夠有效的合作來運作 所以結論是這樣 我們希望將來的長照保險 服務可以比現在多 財源比較穩定 就是說 還是要收一些 從各 就是說 不能全部靠那一證稅 我覺得那個是很好笑 因為我知道今年會死掉幾個有錢人 所以還是要 還是要從這個 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收一點錢 這也可以防止染用的問題 最後 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制度 那 所以結論 就是 take home message 我每次在當老師 你知道 上完課的時候 今天的重點 考試重點 第一條 目前的長照為什麼做不好 很簡單 錢不夠 所以我們目標 GDP的1% 目標 DC目標 2300億 3GDP的1% 那達到這2300 如果有2300億 還是要一個中央的 一個機構來處理 所以我們 目前健保局這個Model不錯 所以我們要成立一個長照保險局 那 如果2300有長照保險局 那 比現在有什麼好處 第一條就是 不會因為你雇了外籍看護工 就把你取消服務 這個要 還保有 再來 如果你是重病 去住那住宿型機構 目前這個 不管5000塊 或1萬塊 每個月 不夠 可以拉到3萬塊 大概 如果你要住更好 那你就要自己再加錢 所以我們 提供一個就是說 還可以的 出宿型長照機構 而且比較合理的價格卡戶 3萬塊 然後因為錢也比較多 就可以有現在的這個 現有的長照服務 品質跟頻率都可以 改善 再來就是 我們要建立那個 即興後期照顧 那些住過院的 什麼的 或是一時間不方便 在家裡居家照顧 或者是社區照顧 有困難的 有個地方可以暫時待一下 這可以讓整個 系統會更有效力運作 特別是 因為我實際在醫院 擔任過主管 其實很多人 他開完刀 他真的不需要住院 可是他回家很難照顧 所以要有個地方給他呆著 可是他常常要呆一兩個月 如果有這種長照機構 會好很多 那最後是這樣 我倒覺得這樣 目前這個 一些 需要長照的人 擺在家裡 親人去照顧 理論上 他是替國家在照顧 所以給他一個 按照私人程度 發一些津貼給他是合理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一個 7點的這個 take home message 我們的處方簽 所以結論是這樣 員工穩定 老闆也開心 在地安勞 樂活慢勞 專業賦能 尊嚴提升 剛才那個胡校長在講 一個很重要概念 長照一定要產業化 你現在規模小小的 服務很爛 他沒有辦法形成產業 你給他餅做大 這個產業就會起來 所以 基本的長照 再加上智慧市場 會將來讓我們整個長照的服務系統 比較好的概念是這樣 好 這個 謝謝大家 好 柯P請留步 我們要請我們的貴賓 一起到台前來 我們來進行大合照 那麼 柯文哲總統參選人 他剛剛已經宣誓了 他要全力來